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一节没人要的烂树根 竟然被手工人打造成了一件宝贝 身价直接暴涨一百倍 手工人正在发愁 不知道要做什么 走到墙角 突然发现一节烂树根 一下子就来灵感了 要是将其做成工艺品 肯定很有趣 将烂树根扔在地面上 根据腐朽的情况 在上面画出标记点 这些标记点 就是等下切割时的参考点 这节烂树根别看外面很糟糕 可内部还是很好 电锯都不能一下子将其剧断 认真琢磨一下 还是可以做出好的木制品 启动抛光机 将刚才切面抛光 整出平整的一面 当然了 单凭人眼是看不出是否平整 需要借助一个测量工具 这个工具内有三瓶液体 倾斜的角度都不一样 可以通过是否对称 来判断平整与否 仔细端向了一番 确实平整了 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用工具清理掉散落的碎木屑 再用气枪吹掉缝隙里的杂物 先不理这烂树根 先是找来一根好木材 根据做好的标记 切割下合适的长度 原来 它是打算制作一个茶桌 搬回来的烂树根 就是茶桌的底座 这个切割下来的木头 就是支持物 为了让其能承接上下两面 还需要做一下准备工作 比如先在一个截面 凿掉一些木头 形成一个十字的凹点 这可不好凿 硬是凿了二十分钟 才勉强达到要求 将这截木头的另一面 摆放在烂树根截面上 画出轮廓后 就取来工具 将画线区域内的木头磨掉 可这样子连接 不是很牢固 手工人想出了一个老办法 就是利用四根小木条 将它们卡住 搭配强力胶水 这个茶桌底座就很牢固 茶桌的桌面可不能做成跟木头直径那么小 对此手工人直接拿来两截木头 十字交叉卡在木头上 就把支撑面扩大几倍 接下来就是手艺人的表演时间 只见他在两块木板中间定下一条木条 这是要干什么 原来是为了画出完美的圆圈 笔尖在木条孔位上 划过一轮 截面上出现了一个正圆 效率真是高效 有时候没有工具 并不是推脱责任的借口 而应该积极寻找工具的代替物 从而解决问题 在桌面上再次仔细地画出标记点后 拿来刚才用不上的圆规 将刚才的标记点做成圆芯 在桌面上画出对称的十几个圆 取来工具 将所有的圆都磨身一些 这个过程可得认真仔细 要是机器歪了一点 那就破坏了整体的美感 不过老师傅就是手稳 不仅没有出错 还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 现在这样子看着 就好看了许多 并且很有独特性 为了让桌面显得有立体感 老师傅想出了一个妙招 就是将边缘的一层磨掉 磨完一看 你们是不是觉得 更有感觉了 不过这桌面有点粗糙 需要稍微打磨一下 确保不会有毛刺刺到手 随后通过自宫钉 将桌面固定在支撑面上 现在 原先没人要烂树根 摇身一变 就成为了一个茶桌 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而这也是手工人存在的意义 别看这个茶桌不起眼 那是还没给它喷漆 随着喷漆结束 木头的色泽就显露出来 看着特别有艺术气息 就十分适合休闲人士喝茶用 哇 真是太会了 竟然在圆孔内放上花瓣 通过玻璃的折射 在阳光下观看 真是太漂亮了 这一设计真是绝了 直接把身价涨了一百倍 原本只能卖二十块 现在卖两千块 都有土豪买 如果有机会 你会在这个茶桌旁待多久呢 欢迎在留言区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